象征全国农村最高荣誉的第二届金牌农村竞赛 玉里镇赤柯山社区获得全国金牌农村竞赛的银牌奖 社区发言协会总监事李光斌表示 社区可以得奖是大家的功劳 而这几年也特别持续推动了生态资源保育及特色发展 让赤柯山是越来越不一样了 象征全国农村最高荣誉的第二届金牌农村竞赛 玉里镇赤柯山山区获全国金牌农村竞赛银牌奖 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李光斌说 社区能够得奖都是社区居民的功劳 并且这几年也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保育与特色发展 赤柯山越来越不一样了 有所谓的生产生活跟生态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金针为主要的观光产业 然后还有所谓的农作物 农作物还有茶叶 然后还有小邮局 然后这些农作物都是在山上的居民生活当中 融入在生活当中 而且游客上来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些作物的生长 然后农民的采收 整个生态跟那个生活形态都是非常的完整 总干事表示多年来受到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 给予支持跟辅导 社区各项基础建设以及人员导览解说等软一体建设 逐步的完善 社区也从老化升级趋向年轻化 有青年回流来到山上就是他们提供了一些 带来一些新的创意 然后比如说山上的农家因为有年轻人的注入 然后让这个老化的这个社区可以更火化 然后看起来更年轻 比较有特色的店家会诞生嘛 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游客量多了之后 然后带动了经济的繁荣 然后才导致说年轻人回乡之后 他有工作机会 然后也可以维持他的经济生活形态 赤克山区可说是一个好生活之处 居民团结互相照顾 保有传统农村的气氛 每年花季服务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游客 此外居民刻苦勤奋农产值也相当可观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